請收看維新世界 老祖先機 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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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永遠的福氣 非常的棒 所以供養出來 讓大家來學習廟法 功德無量 當然這一位也是 我們的蔡政生 蔡巡氏 也是供養了我們的蘆州永樂教室 所以真的功德無量 讓大家來學習廟法 家家戶戶都平安 這就是功德無量 當然我們知道就是說 提到了 我們一直提到就是說 這個轟動了 我們台灣的一個新聞 一個人在海上漂流了21個小時 我們的楊師兄還有蔡師兄 其實那時候都有到現場 我想要請問一教 你們到了現場看到了什麼 當時我去的時候 人車都很多了 都沒有地方停了 我就去借了一間修車廠 他的門口就跟他借一下 我說跟他說 我很急 我要看昨天摔下去了 我是他的朋友 我要來幫忙找他起來 他說好 你趕快停著 不過這好像不可能 因為平常我們這裡六七點 都看到幽魂船電力塞來塞去 還是真的有幽魂船 對 我說幽魂船是什麼 他說沒看那個人 只能直接趕快跑來跑去 我就聽一下 我跟他膝蓋軟軟 當時要走過馬路 要跨過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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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那個那個壇子 這樣走不走 怕 他們這樣怕說這個年紀又走不走 走到的時候我又看到他 他當時連我們那個師兄師姐 他夫婦 我怕他太哭的話這樣 我就一心一意的 我想說好 我到海邊來練精 去那個海邊都是用那個肉掌 踹上海中 一個一個這樣接下去 把那個潮水 才不會把泥沙刮過來這樣 當時下去的時候一定要去找 去找就是要看那個石頭縫裡面 看有沒有 如果說比較淺的比較 比較淺的 我一下就趕過去這樣看 是 比較深的就不敢 就慢慢慢慢 怕看到說自己看到自己的 會害怕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瞞個眼睛看 我就慢慢慢慢的這樣看 走著 結果一公里多 走了一兩個小時 慢慢的 因為兩邊 是 兩邊就要慢慢走 慢慢看東看西看 一邊練精 結果練到那個時候 差不多三點多了 我就一直往海邊看 海中央看 我想說 應該有什麼消息回來這樣才對 看到兩隻船在廢合 廢合我心裡在想說 應該是撿到 是 當下我在練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兩個年輕人 拿了一隻 那我因為我下去的時候 沒有帶水 我以為我太太知道 他會叫你家 叫同水 拿那個水下來給我 結果不是啦 他們兩個說 阿伯阿伯你電話念什麼 我說我早就撿一個路 我在哪裡找 這樣你把它念 趕快把它拔起來 說怎麼可能 做你這麼撿一個路 你就不能撲起來 你不要在那裡找 當時我就那時候 他講這樣的時候 我還是一直在練四季劇 我想說你講你的 我練練我的 找找我的 當時那時候 海中央有兩部船 我已經好像在接洽什麼 好像左蘇這樣在接洽 我那個時候心想 哇 快四點了 三點多了 應該是找到了 但是找到 有好有壞消息 當時電話也是 剛好電話響 就是我太太打來了 阿伯阿伯找到了 找到我要問她說 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她沒有講 當時我一轉頭 又走回來 那個霸葬崗 差不多兩池一步而已 要跑也跑不回來 要走也走不回來 在那裡好像這樣 又害怕又高興 高興說高興找到了 但是好壞不知道 怕是怕說 回來這個消息 如果是壞消息 就這樣慢慢拖 拖回來我就 這個叫做腳步頂端 是啦 我就這樣告訴我 你不要說清楚 我這樣走路 你看走幾分鐘 這個霸葬走幾分鐘 是是是 走會踢到 因為她那個霸葬 雖然是平平的 但是你腳 不會說跨得到 都會踢到這個旁邊 真的很苦 走那端路真的走得很苦 不過大家這麼用心 我相信就是說 我們能付出一點心力 得到了一個好的結果 這是我們大家的信念 不過我聽說那時候 當初什麼媒體也多 什麼也多 聽說有一些什麼 在印度也都去了 什麼都有 有的都認識 那個刺激的說 阿昆啊你來跟本堂 你吃吃的 看那個糖果 糖果好像說 冬比較晚的就對了 如果拆到萬日 怎麼會弄到晚的 我說沒有啦 沒有這個事情 我們這個事情沒有這樣 不會弄這樣 是好事情這樣 是 我就不想點兒跟他們開工 我不知道他快到海邊那裡拆 是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蔡師兄 你說當時老師 原正法師已經有幫他裝了面掛 那面掛是 大概是裡面是什麼樣的含義 然後我再跟老師報告 那天晚上我們還在上課的時候 我們八點多九點就接到消息了 是 然後老師正在上課 我跟老師報告 老師說你趕快把冰裝給他看 好 冰框裝起來 老師說這個冰框這麼旺應該不會 趕快發布訊息 趕快叫所有的同修趕快送經 是 然後開始發布消息 每個同修我們永樂永福 就同修就一起送經 然後下課 10點下課 老師還是要上課上到下課 下課完我就跟我一些同修 一起去到淡水 三隻那裡去了 去已經很多救難學會的同仁 已經在那裡找很久了 然後我們就在帶領 帶領所有的那個同修 在當下一起練世紀劇 請老子世尊跟諸我菩薩加持 趕快讓他平安可以歸來這樣 是 聽說那時候去的大概我們的同修有四五十位 有很多 我們永樂永福老師帶領這些同修都很 很同心 因為老師的帶領 大家都 而且又是那個同修的子女 大家都很關心這樣子 所以當初我們袁振華是說看到這個命掛 沒事的 對 有在當場做解釋嗎 他是跟我講的 因為他說他還是小孩子 如果他是老人還是四五十歲的人他不敢講 因為有時候小孩子比較純真 沒有做過什麼壞事 所以老子世尊傳這個命掛是真的很厲害 是 所以這就是讓我們知道 其實你學習的妙法還要你一顆刺成的心 我們的心不要有一些妄念 我們內地的內心就是要光明的 所以因為我們本來的內心的世界 我們的心靈其實都是很清靜的 可是日積越累 鄰居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可能累積了更多的這些濁氣 而影響到了我們很多的思緒 所以你也可能會被外界的影響 不過我們這件事情暫時先告一段落 我們知道學習易經風水妙法 師兄有一個想讓你印證的 就是我們的楊師兄 你說為什麼老師說那樓梯下去 有一個水坑 南西吃飯的價值 就是說生孩子的愛到 這到底是怎麼樣 你來說這個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有幾個小時候的同學 是 我們平常一碰到會說 一夜五六個就吃吃飯聊聊天這樣 結果那天星期五了 星期五我們碰到我們就晚上就吃飯 在吃飯的時候就少他一個 我就問他說他怎麼沒有來 他說他星期一天就要出去了 我說怎麼出去 他就比個手勢這樣子 結果星期日好像我們仙和室有事情 我要到仙和室 所以我星期六早上我就跟我太太就去 跟他聊天 聊天當下我一看 走進去的時候沒有看到 出來的時候樓梯怎麼正中間 離樓梯差不多三尺的時候怎麼有一個洞 流水口 當下我就拿電話問法師 我說法師 老師 老師 那樓梯如果中間這樣一坑會怎麼樣 因為那是我自己覺得說 感覺怪怪的 我就問法師 法師說那如果不是吃飯 爹士就是新娘的家庭 他家我都知道沒有到沒有沒有沒有一個家庭 他怎麼死的我還不知道 我又回頭去問他太太 他太太就說 他們做生意一起回來跟他女兒一起在吃飯 他們母女想要看連續劇 吃快一點就去看連續劇 他在那邊慢慢吃 慢慢吃魚 他太太想說 一集演完了怎麼還沒有出來 有聽到他可樂兩三聲 是 結果再過去回去看的時候 他先生已經趴在那個桌上 結果送馬接就救不回來了 是 所以說 這個風水跟我們的生活有息息相關 這些風水不如法 其實有很多的正道的案例 但您剛剛提到的這個案例 還是我在訪問的時候 第一次聽到的 所以說如果說在我們家的 什麼瓦斯爐的前面有水孔什麼什麼的 這個有很多人提到有很多的案例 但是從樓梯下來 剛好你的樓梯口 前面有一個漏水孔的話 漏水孔 這個問題就大了 所以很多人來學習我們的 易經風水廟法 可以現學現用 原因就是你學了以後 家裡你的擺設不對 哪個地方不對 你可以把它瞧一下 如果不如法的找個時間 另外把它修改一下 其實可以得到一個很大的平安 這才是我們最大的一個正道 這個正道我聽到是去給我陪 我自己看了當時老師講話 我也是去給我陪 這個人幾歲呢 50幾歲而已 是50幾 真的壯年的時候 壯年的時候 你不相信風水 你一直相信醫生的話 就是暫時治好了 你可能這個病因都還是在的 這個就是印證可以寥寥分明 有這個案例 我們可以知道 老祖多麼的慈悲民視 也救度我們很多的苦難 但是就是要相信的 有緣的 有來接法的 所以我常常說 如果來上課就等於來接法 你會發覺有很多的妙法 其實就是在我們的生活當中保命 讓我們家家戶戶都平安的 但我們知道就是說 蔡師兄你有一個案例 這個我們常常知道 風水不如法的時候 有可能你一輩子都是當藥罐子 這個風水的案例 也讓我們也有很大的一個省思 大家好 我98年跟老師接吻 那我請他 因為我是自己在做建材生意的 是 然後我辦公桌 辦公室是離路 差不多40公尺 是 然後請老師去看的時候 老師說這個太遠了 氣都接不到 而且我的太太 她做的辦公桌 後面就是靠馬桶 直接是馬桶 是廁所 就是她後面就直接是馬桶 對 然後她常常都在吃藥 是什麼原因吃藥 兩三天就頭痛 兩三天就頭痛 是 對 她每天都要吃普拉桶 然後我的辦公桌 後面就是電梯 後面就是電梯 然後一直坐不住 然後生意座都會被別人倒 然後老師開始說你後面在動 你會換小人 而且會被人家倒葬 果真如此 對 果真如此 然後老師建議我說把辦公室移到前面來 接到接器 然後我也聽老師建議我們就 我就把它辦公室就往前面挪 然後老師也幫我造局 因為我是友山卯象 老師在我的龍邊的九支火的方向 放一個水族箱 水族來化沙 化湖邊的沙也是來駐采 所以這也我很感謝老師的幫忙 是 所以這些的問題 現在你的太太還頭痛嗎 很少了 很少了 所以減緩了 而且慢慢的痊癒 其實很多人因為筋骨痠痛 不曉得什麼原因 結果廚房可能煞到了 因為廚房太太常常去做飯 你移了以後它好了 所以說 有些人說我就是不相信風水 但是你相信這個必到煞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希望大家來學習風水 這是師父最大的願望 因為師父說 如是我聞 把他老祖給他的這些智慧 如是我聞的 交給這些法師們 講師們 讓他們可以一一的來教導我們的學員 如果生小孩就... 生小孩就比較不好 就這樣 那當然就是說提到了這個 你也得到了風水的案例了 這是正道 我們的師兄 你說提到的風水跟宋經到底有什麼關係 可以談一下嗎 你說我嗎 是的 楊師兄 因為前幾年颱風 8月8號那些颱風 我是在巴黎的山上 觀音山那個半山上 半山腰 那個龍原宿這麼大 這麼大有三棵 被那個颱風 一夜之間我都把它吹斷了 是 斷掉有的在我們的屋內 有的在屋外 那個自己如果說請工人來聚 又要來帶那些樹木走的話 要開一些一批經費 是 老師說你要多練經 也會很好 我就想 我那時候就脫居摸魚的時候 想說好 我當下練經回向給那個里長看 會不會來處理這件事情 是 結果8號晚上颱風 9號我一起床了 結果我就趙老師說 洗臉刷牙 衣服穿成幾點 澳香燒一燒 我就在我桌上 對著那個觀世音菩薩 我就在那邊練那個天德經 是 結果沒有練過 差不多7點50分 練到差不多12點半的時候 才練得不曉得十幾步 天德經而已 練得很慢 又眼睛又花 有時候第一行接到第三行 第三行又接到第二行 這一行好像沒有練 又重回來又重練這樣子 後來 到差不多12點多的時候 我太太指望指望指望說 你念經要做什麼 說你沒關心 我念經要回向 這本船的船長叫我趕快把我們處理這場 是 所以你的祈願就是寫這些嗎 我沒有寫 當下我就是 我從來沒有練過經 我就心想到這樣子 我就開始拿起來就練了 練完的時候 我太太在叫我吃飯的時候 她說你練幾步 我說練不要12步還是15步 我說回向給那個里長 趕快來處理這些 結果是9號練的 10號早上 早上那個里 我有聽到那個劑子的聲音 拉在劑子的聲音 差不多7點5分左右拉一次 我就要起來 我太太說 她怕我那個颱風圍 還有那個樹木什麼會亂吹 她怕我弄到 她就 在睡覺 沒有這種事 哪有可能 從8點的時候又拉了一次 我就窗戶一開 一看 哇 我們的 我們的船長來哪裡 三四個 壯漢女 從什麼 我一邊看 嚇死了 為什麼在記了 村長開始應驗了 應驗 那麼早 應驗那麼早 9號練10號就 早上就來了 我們那是山上 像剛才我們那個張班長 你有問他 他是在那個 那個那個 環保局裡面 他說哪有可能 環保局上面有交代 說要從大馬路弄 你那個鳥不生蛋的 哪有可能說去弄你那些 我說 我算一算 那天好像要上課 差不多20個人 沒有我們來修士兩座 這裡20個都有聽到 他說 這個阿倫說話 要說是要說就不然要修士 永好要來看 下課 媽媽再來我們家看 他說 還真正 弄得甘甘甘甘甘 是 那個里長 叫了四個人來弄得甘甘甘甘 連那個 都抬走了 你有拿電話給里長說 沒有啊 我那個時候當時 我在淡水搬到巴黎的時候 跟那些 都沒有認識 有認識 但是不知道他誰在當里長 就是都沒有打電話 沒有 只有送金跟老祖說 當下電話都壞 我們那邊電話都壞 那個事物都把那個電线乾什麼 那個電线那個都壞掉了 那個里長 我是當地人不錯 但是我不知道是他在當里長 因為我那個時候當時 我都是住在淡水 我淡水在開那個銀鏡 他就知道 我兒子在那邊開銀鏡 是我買了那間房子 本來是在那邊改來改去 我太太去星光 老師就是在星光那邊紅髮 紅髮 我老師就說 老師很好意 他說 很慈悲 他說 你這個沒這樣 子智給我 我幫你沾一個掛 我們太太就在那裡說 他說 我去那裡 剛才一個老師要沾 我會往路那邊 他在沾什麼掛 因為當時 當時我是在巴黎開那個挖土雞 挖土雞就是大部分都是挖那些墳墓 開那些山 那些 那些那個你就知道 他們拿那個 上去樓盤再去看的 都是用一手拿著這樣亂講 說這樣好好 就這樣再做了 你就知道 當下我是認為這樣 結果是真的老師很自卑 把我的那個房子有空 我很希望你來到那邊看一看 改得非常好 好的 那個大便也改得非常好 所以我們剛剛 我們的楊師兄 就是提到了 這樣子的一個風水 宋金也沒有打電話 宋金這個村長自己就來把樹砍掉了 那蔡師兄 您接觸了我們的疫情這麼久了 那你感覺對你幫助最大的是什麼 我感覺對我幫助最大就是 我的小兒子都很平安 心性很穩定了 以前我的最大那個 很心性很會很不好教 常常都要去學校 去報到一下 對 所以這 因為接觸到這個華 老師的華 跟老師一直開示 然後我也有叫他去上 來進來我們中門上課了 所以他心間都變穩定了 是 所以我們想說就是說 我們要提到老祖的先機 其實我們的老祖師尊 真的就是慈悲敏事來救度眾生 我們其實師父常常開示 我們眾生的苦多如牛毛 有八萬四千種的法門 就有八萬四千種的苦 所以我們人生的疾苦太多太多了 那這些的疾苦 我們要怎麼樣來消災化解 唯有求自己奪誦經 那我們求老祖師尊來幫我們消災化解 多累積自己的功德之良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 在人生的旅途上面越來越順遂了 我們一起來恭贊我們老祖天威 王禪老祖一經風水祖師 上通天文 下之地理 中通人世 變滿三千大仙四界 名揚兩界與眾生的心靈 我們恭贊王禪老祖教祖天威 王禪老祖天人教祖萬聖共福 我其手鼎禮 今天我們感恩兩位師兄 阿彌陀佛 接受訪問 謝謝 感恩祝福你們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同時也感謝收看老祖先機 祝福大家平安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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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生存 遙孤天